俄羅斯 烏克蘭二十四號新一波的換斧行動 雙方各交換五十人 而從戰事開打以來 基輔 莫斯科已經交換超過一千名的戰俘 成功換斧的烏克蘭士兵 跨過護欄與接應人員握手 擁抱 後面還有身上戴著輕傷的同袍 在協助下一起準備回家 莫斯科與基輔當局二十四號軍隊外表示 雙方換斧五十人 烏克蘭總統幕僚 葉爾馬克 在社群媒體貼文表示 烏方有四十八名士兵 兩名軍官 他們的身份分別由海軍陸戰隊員 步兵 邊境衛隊成員以及國土防衛成員 曾在馬利波 車諾比核電廠 以及蛇島服役 而從俄羅斯國防部公布的影片顯示 這些士兵對於成功換服 並且終於能夠回家 感到相當高興 頓內刺客分離主義領袖 普希林也證實這次的換服 自二月 俄烏戰士開打以來 基輔和莫斯科至今已交換 超過一千名戰俘 公視新聞黃日齡編譯